啊好奇怪 老师就问 哇你才奇怪了你老师 可能就在那发呆 他就问 你是生气了吗 高兴吗 这个形容词我头一回听着 哈喽各位爱奇艺爱聊专访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豆腐 哈喽爱奇艺爱聊专访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李格阳 先请两位和大家介绍一下自己的角色吧 我在剧中饰演的是夏宇宾 是一个延夏成平平无期的赛家三镜精里面的小美 然后也是一个很厉害的经商奇才 哦而且我们是漫画女的人 我在剧作里面呢是一个妇科医生 然后礼教的妇黑 最大的爱好就是夏宇宾 好奇怪 哇你才奇怪了你老师 没有别的爱好了 咱们确实说确实是吗 二位之前认识吗 哦我们俩之前认识 认识 认识 他说什么 七八八九十 不合时不合时 不合时不合时 他是你合作过的最什么的男演员或女演员 最杠的演员 还真的哎 对啊 是的 最杠的呀 对 然后他的话应该是我合作过最嘲闹的男演员 这么喧嚣吗 最话多话多 最最活泼的男演员 就是你知道我们在现场因为就我有时候会很一直说话吗 然后有的时候我累了我可能就在那发呆 他就说 你是生气了吗 你高兴吗 对 就有时候你你需要放空嘛 然后你可能坐在那边就是或者发小呆啊 休息一下 然后他就过来 你生气了吧 我说我为什么生气 你肯定是生气了 我说我发火呆怎么 听说一开场就有夏宇宾被徐子言毒死的剧情 那如果让你们来试写 会怎么安排接下来的剧情走向 他毒死我 就是我一个跳起来 然后把毒药塞到他嘴里 然后把他们放在下来 这可能够不到吧 我都跳起来了 努力一下也是可以的 你们认为夏宇宾和徐子言为对方做过最浪漫的事是什么 其实徐子言做了很多蛮浪漫的事情 对 就自己偷偷摸摸浪漫 夏宇宾好像没做什么特别浪漫的事情都是比较直接 夏宇宾经商创业 自制24味茶及多品类茶点 片场是不是会有很多好事的道具 对我们片场的那个奶酥啊 就是买的那种雪花酥 就是雪花酥 对 然后就反正他又看那个泡泡里面 然后因为我不爱吃零食 然后他不是他自己吃他有负罪感 然后不是然后我不吃然后他就不行 必须得吃 我说来一个来一个 我不想吃 你现在吃 那然后就吃了 有看到你经常会在社交软件上分享Vlog 那你会看粉丝的评论吗 什么样的评论会引起你的注意力 会看 对是都是催根吗 我就不听 其实我都会看 就是包括私信也好 或者是底下的评论都会去看一下 没有说会特别针对哪一类去看 平时喜欢看漫画吗 我也喜欢看动画片 然后喜欢看一些就是这种不是人眼的 嗯 干嘛 你说很奇怪 不是人眼的啊 什么东西不是人眼 动画片不是人眼的啊 对 这个形容词我头一回听着 哈哈哈 请分别用剧中角色的语气来安理一下这部剧 嗯 希望大家关注24位暖夫生 只要你来看了就有证损 夏宇宾就这样吗 对啊 我以为你会那种那种就是一大一大长断 对 就是那种 我现在脑肉量 他现在后面是拉横幅 对是现在就立刻就招一百多个人在门口就是 虚假宣传 就是 我们家的 衣馆呢是免费的 哈哈哈而且不能说 不免费 哦 哦就是希望呢 十块一整 应该不免费 对 希望大家能够多来我们24位楼看一看 然后感受一下我们的快乐 谁在生活中更自律 嗯 那我应该是比你稍微 你 那自律风是应该不太一样 对不太一样 最终谁更喜欢吃醋 剧中 剧中啊 那我 我 你们下次我 对就 超爱吃醋 剧中谁的恋伤更高 恋伤 夏宇冰真的是非常厉害这个女的 就是 直求女王 直求女王 然后就是 无形中 咱们就是说 反正我觉得挺厉害的 你们最近get到的网络热格是什么 这是 嗯 你有什么破合法的吗 你没看 不是啊 不是啊 什么是不能 没看 嗨嗨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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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嗨就 就差不多是 对啊 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反正看她都在嗨嗨嗨 我就 觉得很 很很很上头对 圈内好友中最爱用表情包的人是谁 最爱用表情包 她已经算很爱很爱用人了 她已经直接就是到位了 因为我很怕别人看到我的文字 会以为我在 不高兴 就是 听 看这个包 如果你叫醒来发现和对方互换的灵魂 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哦 我都是想说 哇 哇 不要站起来看看 什么 上门世界是什么样子 就你把银行卡密码先告诉我 我的银行卡 对对对 不然的话就是 没办法花你的钱 对 好 谢谢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24位暖附身 然后多发弹幕我会去看的 谢谢 首先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 我们的剧集24位暖附身 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 接下来我们的一些奇奇怪怪的花絮 对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 谢谢